叶总 怎么样 有眉目吗 你要的东西我都带来了 这是传奇集团 及其所有的子公司 一年以来的财务资料 这份是 股价波动调查报告 你先看看 自从上次被征服式起诉之后 传奇的股票在一个月之内 持续下跌 目前已经跌到历史最低位了 所以我认为 现在是最佳的买进时机 您确定是最好时机 我在证券业泡了这么多年 这点秀学还是有的 还有 我通过传奇的内部人士了解到 他们现在现金流很紧张 所以 李兆钦急于抛掉手上一部分股份 万一我接盘之后 股价还是不停地往下掉怎么办 哼 这就要看我们的计划实施的怎么样了 影响和操纵股票的办法有很多 不过 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过硬的后台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叶总放心 事成之后 你的分成一定不会少的 另外 你看上纽约第五大道附近的那座公寓 我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产权写的是你女儿的名字 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带着全家去美国购物度假 那我先谢谢你了 不过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实际李兆钦的这些股份 需要大笔的资金 你能搞得定吗 放心 我一个实力很强的合作伙伴 这就好 伙伴 我还以为你把警察招来以后 就准备跟我分道扬镳了 怎么可能 我们今天配合得这么好 让我上哪儿 再找这么有默契的伙伴去 是啊 我们两个都是表演天才 但是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跟我演戏啊 我们之间没有必要演戏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的 钱 这个是永远不会说谎的 这次收购传奇的股份 虽然会占用你大部分的资金 但是很快 你就会非常惊人地回报等着你 反正忽悠人又不犯法 接着忽悠 叶航 听说过这个人 叶航 好大的来头啊 有他来做内应 操作传奇的股价并不是难事 可是 你们 不会是合伙来骗我 我的底细周董最清楚 我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没用 至于叶航 你要摸清他一家老小的情况也不难 我想 森局要指着他 就算不珍惜他自己的范围 也会珍惜他一家人的性命吧 好 安排我跟他见一面 你看不清楚的时间 大概持续了多久 我也不太清楚 大概一两分钟吧 当时 我情绪有点激动 可能是这个原因 大夫 结果出来了 您看看 我没有猜错 你之前的装机伤 导致颅内毛细血管破损 影响到弑生经 以后恐怕会有失明的状况出现 失明 失明 我完全看不见吗 这个很难说 不过 以前有不少类似的病例 完全失明的比较多 大夫 没那么严重吧 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 不至于失明吧 一般来说 如果失神经没有萎缩 这一点希望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目前看啊 这位小姐的失神经 已经有些萎缩了 什么狗屁医生 脑袋不小心撞了一下 就要失明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医院 找一个更好的医生 现在应该给雨天打个电话吧 不是 爷打 你不要告诉雨天 你别告诉任何人 我不想让大家同情 我没有事 好 好 小阳 小阳 怎么了 小阳 小阳 没事小阳 小阳 有什么好看 没见过人家哭吗 走吧 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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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轻轻的出手那么狠毒 我头疼啊 爷爷才是酒精沙场 我早就招架不出了 嗯 这不去你也敢走啊 你那边都快死了 你不怕 死之前也要打个痛快啊 不过 我不会轻易让自己死的 厉害厉害 真是后生可畏啊 您过奖了 我哥总说我下棋没规矩 不讲章法 就算偶尔赢了 也只是靠运气吧 规矩有什么用啊 能赢比什么都强 能抓耗子的猫才是个好猫嘛 好 我认输了 我看哪 今天爷爷是诚心要让我的 您放心 合同的事情 我一定会让我哥买账的 但是 爷爷答应我的生日礼物 可不许耍赖哦 不赖不赖 绝对不赖 你看啊 刚才这盘棋 我书啊 就输在这个 exatamente 如果我书就书在这个赞金 bodies 可以抵抗 我确定信 那还不快 你也不信 我书我书 我书 你会跟那窗口 你也会坐下话 还好 我再帮你 我书 你不小心 如果你书 我已经让晓夫去干别的事情了 他不会在这影响到你 你在我这里好好地养病 而且没有人知道你生病的事情 我要是能把这些都记下来给多好啊 我把它们都印在脑子里 万一那天我真看不到了 我就在脑子里 把它们都做成最漂亮的衣服 加油 坚强一些 老师 我不能瞎掉 对吗 我不能瞎掉 我怎么能瞎掉 你见过哪个设计师是瞎的 我以前看得那么清楚的 老师 你的鼻子 眼睛 还没吗 我以前你脸上的鱼尾纹都能看得到的 你当然能看到了 宋娇阳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怎么会随便就瞎了呢 你要乖乖地养病 医生不是说了吗 那只是有可能 对 我不能就这么轻易吓掉的 我一定不会 真的中文字幕 三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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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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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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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一个健康 会把锅煮漏 所以要靠你了 你姐他们回来了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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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看见了 还没有 但是我觉得 我基本上已经能够适应市民的生活了 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对了 谢谢你在地板上帮我做了一些标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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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 如果爱她 就应该狠命抓住她 打死都不放手 不能让任何人抢走她 我根本就没有做到 我哪有资格说我是最爱宋焦阳的那人 我凭什么去跟李俊正 我凭什么去跟李俊正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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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看到了 我现在都能看到了 我不瞎了 什么 你看到了 你全部都能看得见 是啊 虽然有时候还有一点模糊 但是外面的一切 我现在都看得很清楚 老师 你胡子都没刮干净 真的 你真的看见了 你看医生说什么 医生说只要你的视力 能够恢复一点点 那很快就全部都恢复了 我终于不瞎了 老师 谢谢你 不用谢 我在这段时间才知道 我现在能看到眼前的这一切 是多么的幸福 如果 我们要是能办一场 给所有失明人士的服装秀改多好 对啊 光明与黑暗 只有在最黑暗的地方 才蕴藏着 对光明最强烈的渴望 对啊 我想好了 我的下一场秀 名字就叫做 黑暗中的暴者 因为他们才能看到 黑暗中的暴者 喝一杯 太棒了 老师 你这个注意太棒了 你那些折皱闪片的裙子 都可以派上用场 天哪 我现在简直可以想象那些裙子 在黑暗中熠熠生辉 就这么定了 我现在去帮你落实 对了 我们要跟设计公司打个招呼 看看舞台美术那边 他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意 你的眼睛才好 你应该休息一下 不要这么拼命 老师 说不准什么时候 我又看不到了呢 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我不能再等了 我现在去找资料 在暗中 赵卿 老夫 你怎么来了 我突然很想你 所以过来看看你 我 谁有此理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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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不要生气 我有几句话想对赵卿说 说完我就会走 我爱你 也许 我不是最优秀的你 我没有学历 我也没有背景 留在你的身边 我没有办法帮你 也许还会带到不好的影响 本来我就想这样悄悄地爱着你 可是今天有人告诉我 真正的爱情 不是放手 而是勇敢地去努力追求 没有拼命争取过的爱情 根本就不叫爱情 这都是我想对你说的 好 混账东西 对不起 他不是混账东西 他也没有给您丢人现眼 他谈吐睿智优雅 懂得呵护别人照顾别人 这就是我爱他的原因 反倒是你 作为一个父亲 难道你就没有发现 自己儿子身上的优点吗 你给我滚回去 你给我滚回去 放手 何父 谢谢你 嘿 佼洋 嗯 借你的身体用一下 小副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到这里来吗 你来也不打一声招呼 对不起 我什么都没看到 老师 我来找我的画图板的 那个 我找了我就走 小副 你过来一下 我的服装秀已经进入筹备了 我希望你能够帮我找一些资料回来 这里有份清单 这次秀的主题叫做 Dancing in the Dark 黑暗中的舞者 你要帮我仔细琢磨一下 我还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一块帮我找到 好 我现在就去 这下好了 我的清白完全被你毁掉了 这小子一定在琢磨 我们两个是一对狗男女的关系 轻者自强 老师你还担心这个 老师你还担心这个 老师你看 这个跟我像不像 好像不是很像 这张图上这位好像比你漂亮 哎呀 哎呀 管他干什么 这是我以前一个学生画的 你呀 现在赶紧干活 管这个干什么 去 黑暗中的舞者 是真的 应该错不了 那个小副在缝入松手底下 干得很窝囊 而且他也想通过我 帮他在东南某个职位 应该不会说假话的 而且是冯如松亲口告诉他的 叫他去搜集相关的资料 还说宋娇阳正在做服装秀的 策划方案 我们结婚吧 你起诉清叔叔这一张 虽然很漂亮 但是我知道 下一步的起 你还没想好 在他反击你之前 你必须有所行动 对吗 如果有我陪你一起战斗 我想 你应该会轻松点 对不起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 现实生活中上演的 往往都是从来没想到的事情 就算你还放不下宋娇阳 好 烧衣服的件事之后 他一定恨不得杀你 恨 总比毫不在意好 起码 可以证明他在乎我 你们打算一辈子这样变态的纠缠下去 对李珍来说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是所谓的爱情 还是打败你叔叔 夺下唇词 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又是什么 得到李珍的爱 还是打败宋娇阳 有区别吗 能得到李珍的爱 就是打败了宋娇阳 这两样对我来说是一回事 我很了解你 你根本不是那种为了爱情 什么都可以舍弃的人 但是你太贪心了 要知道 没有人可以什么都得到 李珍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对你提出这样的建议 所以你必须做出选择 我已经打听到 冯若松新服装秀的主题 叫黑暗中的舞者 黑暗中的舞者 很有想象力是不是 不过 如果我们联手推出一场 相同主题的服装修 会是什么结果 你想不想看看 好 我接受你的建议 我靠谱 你们来了 我一走 我一走 便接受你 我一走 你做 Ko 老师 怎么了 谁又惹你了这么生气啊 李珍 还有那个韩七山 他们现在做了一个新的服装秀 主题是什么 黑暗中的污者 跟我们的完全一样 怎么可能呢 那不是我们刚想出来的创意吗 谁知道呢 这个家伙想干坏事情 什么办法想不出来 老师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是我把你拉进来搅这趟浑水的 早知道是现在这个样子 到时候我在警察局就该说实话 这样的话 那个家伙现在就在监狱里了 就不会连累老师你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以为给了他一个机会 他会悔过的 天又黑了吗 你说什么 什么意思啊 我好像又看不见了 你没事吧 我好像又看不见了 对啊 真看不见了 仔细看一下 他想逼死焦阳吗 我去找他 等一下 你不要那么冲动好不好 焦阳现在眼睛根本就看不见 你找他有什么用呢 你要跟他打一架还是杀了他 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现在任何人有事情 焦阳如果知道了眼睛就别想好 可是 没什么可是 他们不就想和我挑战吗 我倒要看一看 到最后死得难看的 到底是他们 还是我冯若松 我想我应该感谢他们这种卑鄙 也许正因为他们这么卑鄙 会激发我 设计出超越型的作品 monitors 王教授 有什么新消息 前几天我去德国 参加了一个会议 他们也有人 在研究这个课题 而且推出一种新药 经过试用 恢复效果还不错 真的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喂 娇阳 怎么样 我好多了 现在能看见一些 老师你放心吧 那好吧